韓國所以這一次總共有四國語言在同時播放 所以就是 都是這個時候在播嗎還是 對差不多 不過中國那邊已經是八點開始 那北美那邊會延遲一天 那韓國則是跟我們差不多時間這樣 對那這邊同時跟大家講說 就是我在粉絲也辦了一個活動 就是預測這七場比賽 總共出現幾次諾娃 那預測到的人 就可以抽爆雪雲霸的測試帳號 總共會抽出三組 那我覺得還蠻難預測的 因為有所謂的選Ban 所以最多零次 最少零次最多七次這樣 所以我們就從第一場開始看 然後到底出現幾次 順便一起來試過 沒有錯 好在這之前呢 我們要先浪家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在第一場的時候呢 他們要選Ban角的圖 來我把它切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可能會在別的 兩個螢幕 來來來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第一場是我們的TINGTRIPLEQ 是TINGTRIPLEQ嗎 不是那個DH9嗎 真的嗎 他還給我打01耶 搞什麼 他搞你啊 我記得A組是那個啦 他是 我幫你找一下 是007 他倒過來 他 哎真是的 他給我搞半了 哈哈哈 哈哈哈 OK好 那你開了 那你講 打開了 好這一次的選Ban角 先跟大家說一下 你有點想說 哇這一次 為什麼我選的這個角色 為什麼大家只能夠Ban一隻哦 其實因為現在他還在ABA測試 不過因為全球矚目的關係 所以 雖然英雄 所以因為還在ABA測試 這英雄不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的TING No Limits 他所Ban掉的是這個泰克斯 其實這個泰克斯是一個比較 淫霸一點的 其實他有那個機關槍哦 在打起來 而且又可以移動 移動CALL你 對 那真的是很煩 這隻會走位超 算是很強的一個輸出角 沒有錯 可是很多人就以為他很簡單 其實你就是你的機關槍打下去的時候 他會繞著你所選擇那個位置的原心這樣子 就好像你是原歸 跟雷諾比起來 因為都是陸戰隊 跟雷諾比起來 泰克斯我覺得難多了 對 而且泰克斯他有一個大招 可以在變身機器人有沒有 雷神 對對對對 這樣又可以再多保一條命 所以這其實是很兇的 那我們的TING DH9呢 他則是Ban掉了精靈龍 其實精靈龍在目前所有的Support裡頭 大概除了烏瑟可以稍微跟他抗衡之外 其實精靈龍是一個非常兇的Support 因為他不但有控場 而且還有各式各樣的補血機 對 所以雙方各變一個角色之後就開始陸續選角 雙方角色不能重複嗎 沒有錯沒有錯 所以你可以看到雙方就是 他們就會開始 就是Ban掉了之後 這兩幫隊伍都不可以選擇這一支 所以我們來看第一場有沒有諾瓦勒 好像沒有耶 好像沒有耶 不過有你上次玩的那個阿努巴拉克 好啦那我們就開RP開始準備播第一場 好來準備播第一場了 記得把速度調一般 好 大家稍微等我們一下喔 BH9 好 首先這張地圖是 王骸礦坑 哇有點難唸啊 王骸礦坑 你OK了嗎 他現在正在讀圖 好好好 那你講王骸礦坑 我這邊是已經讀好了 我在裡面 好 等我一下 這王骸礦坑 他其實是一個也蠻不錯的 等一下我把它調一下 零零搜尋中 應該OK了 一般喔 那手要刪一起按 1 2 3 好比賽開始 這張地圖他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他是屬於這種 屬於這種在 就是你要在下面蒐集這個骸顱頭的數量 那收集的越多等一下會幫你所打的這一個會比較 會更多一點 對就是大概我記得兩分鐘吧 兩分鐘這個地交會開 然後全部的隊伍 可以選擇下去搶那個骸顱頭 那骸顱頭總共100個 那你搶到越多骸顱頭 你召喚出來那個魔像會越強 但是第一波 以前流行 我在Alva的時候 跟羅密歐在玩的時候 以前也流行第一波打野怪 但是後來羅密歐說 魔像改強了是不是 對對對 因為你知道 因為一開始那個魔像是到後面才強 變成說大家都不喜歡下去礦坑 那這樣就失去這張圖的意義了 所以後來他就乾脆直接把它改 改成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那大家就會比較喜歡下去礦坑 比賽開始了 那暴雪麵霸這個遊戲的特色是 一開始一等就開始可以打會戰的哦 沒有錯 OK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札加拉一開始先中一個 那為什麼他會選擇札加拉呢 是因為他在地上放那個毒瘤 其實也可以提供他的視野 這個毒瘤就是頂心 放了兩個頂心 放了兩個頂心 而且你可以 所以你會看到對面拚命的 想要把它給 就是拆掉有沒有 哦 威英蟲被拆掉了 沒錯 哈哈哈 放了一個威英蟑 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他們現在正在佔領對方的室友 這阿努巴拉克 現在他的一招不是會放出那個蟲嗎 對 他現在就是利用這個方式 來把這個點給站起來 阿努巴拉克他放任何招式 都會召喚出一隻小甲蟲 這是他的一個天生的被動技能 嗯沒有錯 這個阿努巴拉克其實有很多樣的控場技 那這樣子的控場技呢其實對隊伍來說是很有幫助的 對那其實這張地圖前兩分鐘大家就是游擊啦 可能會打會戰可能會呈現 那重點是在兩分鐘的那個分歧點 兩分鐘這個地窖一開之後呢 要看雙方選擇是都下地窖 還是其中一方選擇推線 然後我是打野過 現在這個搶眼位這一張這個地方是目前有一點激烈哦 但是你可以看到每一線還是會固定有一個人在吸經驗 所以他們會再上路放一個 那控制這個點位就是怕他們會吃或者是要Gank 吃野怪或者Gank的時候 就佔了這個野位去就會很方便 對那這邊提醒一下 藍色的是DH9 紅色的是TNL 那兩支隊伍都是韓國隊伍 沒有錯 在韓國隊伍對這一次的比賽 其實他們相當的有興趣 你知道嗎 當時一輸的時候馬上立刻組了好幾隊出來要打 對 韓國畢竟是世界電競超級強 哇這邊地窖開我們可以看到門打開囉 沒有錯 他們似乎不及的下去 對他們現在要下去 其實我跟你說前期有扎迦拉 他的洗兵真的洗很快 嗯 真的撐線洗兵真的沒人可以 又可以放底星了 真羨慕 對 好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是扎迦拉他們這一組呢 他們就會先走左右 中間跟左邊 其實他們做的這樣子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右邊很容易分散隊伍 可是他們如果在這邊先吃的話 誰要參賽就可以 他們參戰他們就可以馬上 對那雙方在搶 搶褲頭當中這邊開始會戰了 是的 好我們可以看到雙方趕快把這技能都給放得出來哦 而且你看地上有一個圖騰 就是為了要防止他們就是 他們的緩速就是機動性會不良 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阿努巴拉克 你可以看到烏射爾的這個亮光是因為他已經死掉了 那死掉的話呢 他還是有變成這個亮圈哦 就是他的靈魂可以繼續攻擊跟放技能 然後現在我們的雷諾也被打死了 那是烏射爾的 沒有就是烏射爾的被動技能 就是你死掉之後呢還是會活 有點類似那個LOL的死哥啊 嗯沒有錯 好現在這個 哲拉圖給他尻了一下哦 那個獵人差一點就死了 趕快回身把QW都可以放得出去 對那這一波會戰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紅方這邊搶到26個骷顱頭 那藍方搶到12個 紅方略戰領先 那雙方的等級都是5等 經驗值差不多 對其實經驗值差不多 因為雙方的會戰其實目前都是 損害量損傷量都是差不多的 可是等一下在骷顱頭這一邊 就會產生一些比較大的落差哦 對 因為骷顱頭的強度會差 對待會我們可以來比較一下 雙方不同的骷顱頭召喚出來的魔像的強度 包括血量 都會有差距 我這邊要 他會髒 哎呦 藍方 他那個綠色的圈圈要小心不要碰到 因為如果你碰到的話就很容易造成暈眩 好他們在躲在閃 是的 好我們可以看到紅方這邊乾脆放棄了大的 那一個決定先把他們的野區先給偷吃掉 我必須得說暴雪銀霸是一個野區非常重要的一款遊戲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你要先搶敵方的這個野區為優先 結果雙方的魔像數量剛好5050啊 對對對 其實紅方在這邊做得很棒 因為他們先把對方的野區給吃下來 對 所以現在紅方佔優 對 因為暴雪銀霸這款遊戲就是你打完野區之後 野區的怪會出來幫你推薦這邊再次的會 這樣紅方可能剛好魔力比較不足 是不是現在覺得後撤 嗯 OK他們現在在吃自己的 他們比較不敢現在吃中間的原因是因為 現在兩邊都在那個 現在兩邊都在僵持喔 你如果冒然吃中間是一件很危險的 所以偷吃掉別人的 再吃掉自己的 等一下再去搶中間的 對中間俗稱F4 那的確在前期等級6等的時候 你來打是硬打不見得打得下來 有可能甚至快打完的時候 快打完的時候被對方抓到 反而會被一個那個叫什麼 那個魚翁得利 沒有錯 好現在雙方開始想要偷吃這個F4喔 這綠方想POSE但是沒成功 我可以看到他們 喔阿努巴拉克被追打了 趕快用串地道逃跑 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一個現在有一個比較大一點的POSE 在幫他們打 這就是決定 你骷髏頭的數量 決定了他的強度 跟大小度 大小度 欸所以 所以他骷髏頭會比較大隻嗎 是的會變得比較大 100的時候那真的很誇張 不過理論上 對但現在兩個應該是一樣大隻的啦 對對對對對 現在兩個是一樣的 那這一個 現在紅幫這邊做的比較聰明的一點是 他們讓一個人去守 那其他人來過來打會戰 OK好這紅幫一定一個被殺掉了 雷加 我發現你的進度快一點點 阿努巴拉克看來是不妙 趕快用串地道逃跑 其實阿努巴拉克他的那個 他的保命技也算是比較強烈一點 對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明顯是 紅方推進的進度應該好一點點 他推到 下路的一個 下路的基地的 外牆已經兩個塔都被推掉了 那 紅方他自己 可以看到他上面只掉了一座 一座小塔 對而且紅方在這邊很聰明 因為他們把兩邊奶牛爸爸都給吃掉 其實奶牛爸爸是一個很重要的兵種 有的時候比F4還重要 因為奶牛爸爸的射程 他的丟石頭的距離呢 是比那個塔的那個 的距離還遠 所以塔是沒有辦法攻擊到奶牛爸爸的 這邊紅方 嘗試了再次的想要來打F4 會不會被抓到 我猜 藍方應該已經猜到了 藍方這邊過來要來抓了 沒有錯 現在他們開始 要打不打不大敢打這樣 對對 這邊雙方都在扣招 不敢隨便把一些指向性阿 控場技能放出來 好這邊戰士一處 這邊紅方的等級領先一點點 9比8 沒有錯 而且現在雙方為什麼都各打一下呢 因為大家都想要搶最後一個 喔中間那要來站點了 要來了 喔 現在雙方已經開始打了起來 好了 現在可以看到他們的烏色 欸他們現在都還沒有大招 比較可惜一點 喔這邊紅色硬踩 硬踩 對對對 紅色幫著控場 還有那個他們的坦比較多一點喔 對 所以打起來是很好打的 所以他們就成功的把他 給佔領了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紅方的控場 紅方的控場呢 就是那一個 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天使叫什麼 阿倫巴拉克跟那個 泰瑞爾 那個叫什麼 那個 大天使 阿雜加拉 對 而且還有雷加在幫忙 他還有一個緩速的控場 所以他們的控場技能是很夠的 那他們雖然說有一個烏色的椅子控場技 可是但是他必須要到10級才有 對 那請注意一下 這個10級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判決令 如果你能夠逼迫對方打一波會戰的話 那他們的比數馬上就會拉成9比11 對現在重點是11比9了 所以紅方現在占了一個很大的優勢 而且重點是下一次的礦坑又要開了 那這樣這邊藍方不太敢開戰喔 藍方這邊快10等了 等到10等是可以考慮開戰去抓落單開戰 不然9等打11等 因為10等點大絕 10等天賦可以點大絕 那沒有大絕的一個情況下 藍方應該不會比較保守 對沒錯 而且現在可以看到紅方已經下去準備要吃了 你會發現雜加拉會在洞口這邊放一個重拍 最主要是可以提供一個視野 這樣有人下來就可以 好現在哲大圖下來馬上被靠一波 其他隊友慢慢陸陸續續的下來 被放生了 天這麼黑 風怎麼大 好現在可以看到雷諾 整整就是被卡死在這邊 而且他排出不大圈因為被卡死了 對對對 那個暴雪櫻霸這個遊戲 碰撞面積 英雄的碰撞面積蠻大的 所以大概利用地形兩個英雄 或三個英雄就可以完整把對方卡住 這邊可以看到左上角藍方全滅 我這邊所說的 我說的控場技是指大範圍的這樣子的控場 並不是 烏射雖然有一個小招 可是他並不是說這樣子的範圍軍 對 我現在指的都是範圍的AOE技能 好我們可以看到紅方在這邊把骷髏都全部都吃掉 等一下可以看到這個大小骷髏的差別 等一下我會把視角轉過去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紅方是我們的TNL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可以告訴大家下礦坑的時候 一意愛助於喔 等下剛剛就被堵門口這樣 就是你永遠不知道誰會在礦坑下面等你 很刺激的 真的毛茸茸 好可怕 那因為 幫我選一把這個遊戲 他不像 LOL 或是DOTA 其他DOTA遊戲有所謂的演 所以你除非靠英雄技能 像靠剛剛的雜加拉放重拍 這邊排隊進場是怎麼回事啊 你看 打起來了 瘦魔獵人被抓 馬上就被收掉了 直接開大 往後排衝 雷諾 還好那個 那個 塔薩達要趕快上贏的時候 來幫助他們 哇 有雜加拉的這個大局 也是直接沒收對方的輸出 沒有錯喔 好他們的雷諾好險也有兩條命的機會喔 好 現在可以看到這一個呢 是折拉圖的大招 叫做時空有區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會讓你都會定在那邊 時空有區 排隊等應上真的 蠻奇怪的 欸 可以看到這個骷髏頭就很大 我們來看一下藍色的 欸不好意思 那件事 我剛剛 我剛剛畫面有看一下 差蠻多的 大概差我覺得 差50% 嗯 好現在可以看到這個骷髏頭 又強又壯大 東西又非常的快 對 而且他有範圍 你要注意盡量不要在這個骷髏下面 來打這個 好這樣子其實是已經蠻危險的 他會放兩個招式 一個是 以他自己為原型大範圍的暈 然後呢 放一個小圓的樹根去抓 好啊 那這邊看起來紅方應該會直接 應該要直接帶走了 沒有錯 然後泰瑞爾直接印上雷諾 然後他們想要抓達加拉 但是沒有抓掉 然後 那個獸魔獵人直接進來開道 他們已經差不多了 烏色已經變成靈魂了 好像也阻止不了什麼的 感覺出來這個雷諾就直接 欸雷諾 這邊有BUG耶 雷諾居然站著 哈哈哈哈 雷諾直接站著 那這邊 紅方獲得勝利喔 那 這邊主要幫大家講解一下 大家看起來差三等 其實差三等 是非常 以暴行運動來說 是非常大的一個等級落差 嗯 沒有錯 那我覺得主要關鍵 還是在於前期的紅方表現 還是比較好 這個金魚雪有在前期的一個 包括下礦坑啊 然後 而且他們後來選的很聰明 雖然說 他魔獵人只拿到50 第一波是5050 但是呢 他有拿到包括奶牛爸爸 那個中文翻作什麼不知道 奶牛爸爸 然後還有 拿兩組的奶牛爸爸 我都沒記錯 對對對對對 而且他們在下面 跟人家做會戰的時候 他們其實還有一個在上面 一方面可以擋BOSS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還可以再多吸一點的經驗 所以藍方這邊 在這一種微小的差距 那個經驗就逐漸被拉開 對 然後下礦坑又是一波傷害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波感覺是紅方從前期 就是一直優勢到尾 我們看一下待會兒的比賽 有沒有機會出現逆轉 因為其實暴雪運報 還是蠻容易出現逆轉的局面 那我們來準備看一下第二場 好 我們需要放